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sworld。北京时间3月29日,随着常规赛,接近尾声,各支球队,也出现不少伤病。过去这一夜,又有那些伤病动态更新呢?胡人的詹姆斯脚踝肿胀,浓眉恢复训练,两人均大概率,缺席明日比赛。全联盟6人赛期报销,而绿军主力中锋,罗伯特·雷莲姆斯,遭遇半月板撕裂,可能也要缺席一段时间。 乔治有望本周复出。詹姆斯脚踝肿胀,全天后接受治疗,詹姆斯,在昨天的比赛中,踩到海耶斯的脚上,扭到了左脚踝。沃格尔透露,詹姆斯今天接受脚踝治疗,没有参加球队训练,他的脚踝,有些肿胀。根据之前医生的推断,如果是一级扭伤,詹姆斯预计要7至10天,才能康复。 麻烦的是受伤的左踝,也在此前受伤的膝盖一侧,詹姆斯的状态,被列为doubtful大概率缺陣,只有25%的可能出战明日比赛。 农梅受伤后,首次参加全球训练,农梅总算第一次参加了球队的全球训练,而且,包含了对抗赛部分。 沃格尔认为,农梅还需要时间找回状态,而胡仁,也对农梅的伤病问题,非常谨慎。 这是他受伤后,第一次列为doubtful大概率缺陣的状态,此前,都是提前一天就宣布doubt缺席,他和詹姆斯一样,都只有25%的,可能出战明日比赛,如果胡仁想要更保险一些,有可能让两人都休战。 特纳,一左脚上是赛季报销,步行者中锋,麦尔斯特纳,因左脚应力性反应赛季报销。 他从1月中旬缺席至今,恢复,已经取得一些进展。 但步行者本赛季,仅升7场常规赛,而且,无缘附加赛,获系后赛,因此,球队决定,不让特纳,出战胜余的比赛。 赛季至今,特纳代表步行者,出战42场常规赛,场军贡献,12.9分,7.1篮板,1.0助攻,2.8盖猫。 此前,有媒体建议,胡仁修在其追逐特纳,而胡仁,在本赛季交易截止日前,也曾将特纳,列为野人目标之一。 骑士前锋,接受手术赛季报销,据明记Watch报道,骑士对前锋,迪恩维德,接受游戏半月板修复手术,将缺席本赛季胜余比赛。 本赛季,迪恩维德,代表骑士,出战51场常规赛,场军贡献,5.3分2.9篮板,1.0助攻。 罗伯特·威廉姆斯,半月板撕裂绿军主力中锋,罗伯特·威廉姆斯,左心半月板撕裂,可能会缺席数周比赛。 本赛季,他为凯尔特人首发出场61场比赛,场军可以贡献,10分9.6篮板,2.2带帽,是绿军防守的重要部分。 他的缺阵,对于刚刚冲上东部第一的凯尔特人来说,绝对是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。 他图母,右侧并剑岩,和杰伦布朗,又袭击剑岩,也因伤缺席,今天对猛龙的比赛,不过,两人情况不算严重,应该只是轮休一场。 乔治恢复5队5训练,本周,有望付出快船主帅,泰伦卢表示,乔治昨天参加了5v5的训练。 被问到乔治本周能否出战时,卢表示,要是乔治本周的感觉而定。 据悉,乔治的5v5训练,都是常规内容,并无特殊显示。 他即将回归赛场,对于快船来说,是意大利好。 赛季至今,乔治只打了26场,场均24.7分7.1篮板,5.5助攻。 伊戈达拉,休战21场后,终于付出今天,勇士将客场挑战辉雄。 赛前,勇士对记者F.N Slater更新了球队今日的伤病报告,伊戈达拉,没有被列入伤病报告中,今天可以出战。 此前,伊戈达拉,已经因伤,缺席21场比赛,终于迎来付出。 开拓者三人赛季,报销哈特的左心并肩伤势,将在一周后,重新评估。 赛季至今,哈特为开拓者,出战13场,场均19.9分。 努尔基奇,西蒙斯,布莱德索赛季报销。 雷霆的巴斯利赛季报销巴斯利,又喜欢接近骨骨折,赛季报销。 雷霆ыс,赛季报销巴斯利,梁霆。